到了正午吃午饭的时候 红辽过来问我 你正午去哪吃啊 我一想 这是要让我给他带饭的节拍呀 我立马说 不吃 然后他说 那好 把饭卡借我吧 我都忘记带了 我 刚交的男朋友木娜又迟钝 我一直想把我们纯真的情谊再升华 闺蜜教我 你趁他专注某件事的时候 对着他的耳垂哈气 那天 表情专注 我轻轻吹了他的耳朵 他一下摊在沙发上 捂着耳朵就笑我 你怎么和你家狗一样 某人参加时辰赛事 狂吞了一只鸡 九个汉堡 一大块苹果馅饼 最后赢得了冠军 下台前 他对别人说 别告诉我 别告诉我 阿嬷 要不我该吃不及午饭了 晚间睡觉 男友盯着面对面楼说 那个女的真不要脸 洗澡不关窗户 我拉着不让她看 他恳求 下次有男的我也让你看 不一会那妞转身了 哦耶 是个留长发的男子 哈哈哈哈别拉我呀 神平 然后你看见了大的 把你奶油甩了 我是个送快递的 有个事情我必须说说 那个住二号庭院七楼的姑娘 你一直在单居上住民 本人孕妇请上门送货 我已经给你送了 整整一年的上门送货了 我就想问问你 你怀的是不是哪吒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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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